好,接著到最後一套啦 這一套呢,我也是那句啦 在這個世代裏面一個宗旨 成為難民 只要是日常平常番的話 其實在這個世代裏面 就已經是質量的保證了 所以證明樹齡真的變成難民 日常番你只是看他合合格格 Tincesser,沒有挑戰開 如果他有些驚喜給你 這一件是很好的作品 但是我們要怎樣平衡 我們什麼叫日常番呢 現在的日常番都可以變得很非日常 我叫做生活番 應該說是他以一個主題包裝下的日常生活事件 沒有超能力沒有魔法的都可以稱為日常番 因為邪和真爛,有什麼魔法禁書 我們接下來要講這套 在這個者歌美術社大有問題 這套各村的出版 這套作品簡單就是一個美術部的 就是講述一個美術部的日常的故事 不是,應該說是美術部的日常故事 其實美術部的活動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都沒有什麼活動的 其實都是畫畫的 而是有一個叫做暗生情素的暗戀故事 就是一個女前輩 Usami 暗戀這個Subaru的故事 可以這樣說 或者這樣說 這個故事其實 配合主題的賣點就是 作為一個美術部 就是他好像是畫一些 他好像是畫一些 就是什麼呢? 是一些藝術性的 應該說是一些素描 啊 實物繪圖啊 的類型的風格的作品 但是裡面加入了一個 就是很特異的角色 Subaru這個角色 就是他專門畫 就是去畫動畫 他自己心目中的二次元老婆 而去加入這個美術部 是啊 其實這個美術部 其實畫一些東西 都是fine art 一點點 但是我想說的美術部 其實大家都以為是 美術就是畫畫 其實美術是包含很多的fine art 是包含很多東西 不是只有美術 雖然他這套 也有說一些叫做裝置藝術的東西 但是我又嫌他講得少了一點 你看到的 其實應該 Wu Saki 其實應該是沒有什麼才能的 因為他還可以畫蘋果 畫素描 基本的素描實物 畫素描 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也是說 用回我剛才說的 new game的準則 也是那件事 設定的東西 我們不追求 你做到的話 賺 做不到的話 我們會覺得 預了 所以他最後 尾第十一集 他說 整個裝置 學原制 裝置藝術 用汽水罐裝 其實都牽連到 用一個罐 去收拾罐 而用一個裝置 連接罐 其實相對來說 他也有一種意念 帶了出來 將人物的東西 連在一起 這個我覺得 他做得不錯 他做得不錯 經過收集汽水的過程 也帶動了非畫畫的其中一種快押 不是 要這麼說 他本身之前日常面 累積了他每一個角色 甚至是一個老人的學生 他都有他的氣氛 他的定位 他的個性 到最後 可能到最後 大集的時候 大家一起出來 都會有些感情起步位 其實這套作品最悲哀的事 我告訴你 是甚麼 就是Sylva雷兩次獲獎 一次拿銀獎 一次拿金獎 證明什麼 證明他業界都在侵論中 在他的故事裏 不是 要這麼說 Sylva雷有個特徵 我覺得是動畫可能做不到的問題 就是 他是用傳統西洋的有圖片方法去畫一些二次元角色 正常你說二次元 你叫去漫畫社畫 是用一些蜜水筆 或者一些普通的黑白畫 他是用美術用水彩畫的二次元的公仔 那些人不認識的 可能會是一個人像畫 是啊 沒錯 我覺得你很難這樣比較 因為你看到就是 他兩次參賽的作品 和其他作品 就是他沒有很專注 但你看到他的畫 全部都是屬於叫做甚麼 我們一般人認知的所謂叫做 叫做美術館 看到的美術作品 就是無論是寫實也好 或者是一個叫做 形異上的一些表現 抽象畫也好 這一類型的東西 但是他擺了就是說 Sylva雷這個角色 他明顯是畫一個二次元的文化 因為其實最大的對比就是 你可能說 在比賽裏面看得不多 但是最多的比較 在一個作品裏面 就是Sylva雷和Sylva雷 他們同時在畫畫的時候 一邊是畫著一些 正常我們認知裏面的一些美術畫 一邊就是畫著一些 根本就是畫著文圖 不過我有件事想說 Mizuki起初畫蘋果 畫畫其實相對來說 我看回後面也十集到 但開始已經很少 見Mizuki去畫一些畫作 這一點是較為 有點失望 小一點 你看到少了很多 還有我想說畫畫評分 可能我們不知道 可能裡面計算他 上畫技巧 構圖那邊 可能有其他分數 給了他 那一定 以前說不行 那可能其他地方他好 那這個我們一定不知道 我也是說 你只不過叫做 你侮辱不到細節 但其實是詭異的 那當然你說 本身的造作 就是這個美術寫有問題 的確是有問題的 這個美術寫 那也是的 沒有人知道報章是否畫圖 因為報章從早上到早上睡 不要亂來 你看到有似八個前任指導老師 他看到報章畫是最厲害的 那是 可能也有其他藝術的藝術 無分界別 他是睡覺的藝術 而另外 Koletta 金髮的位 行為藝術也是一種藝術 行為藝術不只是睡覺 行為藝術都中 他是在睡覺這個行為藝術上 所以他一直在練習 他為什麼要買一個貴的枕頭 就是因為不同的枕頭 可以演出不同的行為藝術出來 睡覺也是行為藝術 所以都是報章在報章裡面 知道嗎 反而是這樣 不過你說報章這個角色 的確挺引到整條線的起伏感 我覺得他在報章裡面 尤其是報章這個 尤其是他經常摑膜出現 相對來說是帶動了 Subaru那兩個 和Ozami那種結構的問題 那是挺好的 另外Koletta方面 鬼馬 但是你說他可以做到的 相對來說不是太多 或者這樣說 其實整個整季裡面的作品 其實分了三個套路 第一個套路就是經常會見到的就是 Subaru對二次元老婆的要求 和執著 而引生的一些問題和故事 另一種就是 阿瑞希對Subaru的感覺 而產生的一些誤會的故事 而另外第三種就是 一些比較浪費的其他角色 引起的一些 其實那些故事跟美術部 其實不套進美術部都沒問題 特別是Imani 純粹是角色和角色之間的互動的故事 其實最主要是由這三種構成 其實有點浪費了 第一個Imani的角色 第二個 譬如阿瑞希那三個朋友 那三個角色 雖然說進去這個叫做美術部路玩 但是相對來說 跟主角上的帶動 除了最後一集和最後一集 相對來說就是少了少少少 而另一個想說 一個奇葩少少的角色 就是阿瑞花老師 大家都知道 是阿瑞希那奈去陪的 相對來說 他的氣氛是非常多 但是他帶動的東西 不是真的太多 你明白 加了氣氛的老師和老人學生 是製作了有愛才加進去的 原作他們沒有什麼氣氛 是啊 不過如果你看回原作的漫畫來算 其實阿瑞花老師相對來說 他的氣氛都相對不低 要我看回他的原作漫畫來算 老師實際的功用是沒有的 因為你看到這套東西主要是說 和阿瑞花老師相對去追求 阿瑞花老師 又如何想到以前女朋友 做些誤會出來的 是主要是 其他副別的角色 可能是會有一個知線 或者大家看出主角看得悶 我會跳去跳說其他角色故事 會這麼說 即是中二病 為何在學校冒險的故事 類型的情況 所以沒有 那套東西都是 我只是說 是純粹是 幾四平八穩的 都是學步生活番的類型 就是他沒有特別 說什麼 要提出特別不同的地方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套平平凡凡的作品 你吐到不同的主題上 它就會衍生不同的生活故事 而究竟它用了多少呢? 這也是跟NEO GAME的例子一樣 你用到多盡? 你用得不盡的 其實我會說沒有的 那些故事我都會說 它是美術部也可以 游泳部也可以 什麼部都可以 總之在學校裏面就可以 當然我覺得 Mizuki大家都看到 經過了12集 有些日本的動漫迷都看過這套作品之後 覺得這套女主角很可愛 但相對來說我又不是覺得很可愛 雖然相對來說 我覺得它有點像管家婆的角色 有點而煩 12集過後 都覺得它不是真真正正之中 那種可愛的感覺 我給個現實的殘落的問題 你知道這個答案是什麼 有經驗 當你對著一大堆現在的作品 全部這些作品的女角都離地的時候 有個很貼地 但又有少少盟點的角色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個會令你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因為其實 好老實講一些的角色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不再流行一種 那個女角是 天馬孔到你覺得就是你難以想像 它一定是一些叫做現實少少的元素 去加入去裡面 你才會覺得這個女角的可愛 不是的 其實你一個創造 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創造一個女神的角色 就是說 哇神啊 請救救我吧 這樣很難 而就是我說 這些作品 尤其是這些深刻性的作品 它不需要去很強調一些的文點 就是應該說 好 無論身材啊 肢體動作啊 或者是一些的劇情去 就算無論什麼 摸空啊 突然間不知為什麼撲倒啊 類似的東西 它不需要太造作這些東西 所以會令到你會覺得這個角色其實 啊 幾容易親近 就是不同就是說 喂頂你 是不是都一下子撲下去 一下子撲下去 一下子撲下去 這類型的東西 其實是 是啊 其實相對來說 重規重矩啦 你說 以單元式來計算不差的 但是 你說去到最後推進 那個故事 就是說 拿了一把傘走的故事 有點而牽強 但是 都做得有少許用心 那最後的故事 角埋味 普通啦 嚴不嚴重到第二季不知道 但是沒有什麼過範 但是你說 很差就不是啦 但是你說很大驚喜就不覺得啦 其實這一類型的作品 我覺得都 雖然現在還未動畫化 但是我覺得它動畫化之後 就是貼錢就告訴你 你們快點結婚的話 就是高木同學那一套 那一套 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可以 可以叫做 乖乖這套 其實可以再好一點點的 其實是 輪作怪同學 其實跟它差不多 輪作怪同學 其實跟它差不多 輪作怪同學 其實跟它差不多 輪作怪同學 每集都是一個很核心的重點 就是它會搞怪那件事 每次都會想到很搞怪的事 其實那套東西 比這套東西 會好很多 因為這套東西 即使是 即使是Sulvalu也好 或者其他角色 他們不是一個 每集都會根據 它原本的角色的脫線 去創造出來 所以變成 就是它 我剛才提出 它會變成有三部份的故事 就是令到 那個作品很平淡 因為它根本不可以 食住了 那個角色的一件事 它可以長造長有 它一定要靠 其他的一些 好日常生活 套路 面類型的 部活 面類型的角色身上 都可以做到的事 只不過它就放在這裏 所以它做不到這件事 那這一集 我們就到這裏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